早安 旁邊一日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是直洗完臉的狀況 然後 今天決定分享一下我平常化妝的日常妝容 哎呦 然後接下來是用 Venic的這個 上次我有跟大家介紹過的凝膠 我那個時候買的時候是在 台灣機場免稅店買的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有活動吧 原本一罐原價 1700 我記得是1700 然後那次是買一 它是一組賣一組大概2100 差超多的吧 當然要買囉 總之我最近 因為旌旗剛結束 然後好像沒有睡好就長了 兩顆痘痘 然後再來是我上次買的這個 Clinic的凝膠 好 基本上就是我每天早上簡單的步驟 因為我的皮膚膚質算是混合偏油 所以我不會塗到太濃 夏天的話我不會塗到太厚重的質地 然後再來是 防曬 其實我小時候不太擦防曬 因為我覺得 就是擦得好像感覺沒有效果 然後很麻煩 不過 不知道可能是年紀大了 開始會覺得不管 不管怎麼樣 都要擦一下 比較有保障 而且 這款超香的耶 我也是無意間在 Olivian看到的 然後它擠出來像是 那種 乳狀 可是其實擦上去你看 也不是乳狀的感覺 比較是 也算凝膠感 脖子也好 然後最近真的好熱 今天超熱 今天韓國應該有28度左右吧 天哪 然後再來是我最愛的牌子 這種感覺 然後再來是我上次說的 ASPAL的粉底液 等一下喔 我忘記先上黑眼圈了 遮瑕的話就是 the scene的 是我朋友推給我的 然後覺得還不錯 通常黑眼圈遮瑕 我就是用手去按 因為我之前用過刷具 可是後來我覺得 就是 手指頭有溫度 比較能夠讓它更服貼 我自己覺得 再來就是 眉毛 眉毛眉筆我就是用ZA的耶 好久好久好久 大學嗎 反正用了 應該有至少五六年左右 因為我喜歡這種細的頭 通常我沒筆 我只是描個 就是 心而已 通常還是會用 眉粉 去補充 就是 空隙 我覺得比較自然 沒那麼絲綁啦 因為我算是眉毛比較 濃的人 然後眉頭我會選擇 就是用最淺的 比較 因為眉頭如果太濃密的話 會有點太 不自然 然後我還會用染眉膏 染眉膏也是KATE的 然後這邊我會再用修容 稍微 把眉毛周邊 整理 看起來 看起來 就是眼妝 眼妝 我好像是買無印良品的 但我對睫毛這樣其實沒有到很大的要求 OK 再來是眼影 OK 我是用朋友送我的 CLEO的 然後 但是上次不小心被我 摔壞了 所以 咦 看到了嗎 但這盤顏色真的很美又很好用 所以 所以就是我每天日常 日常的 妝容的眼影盤 然後 首先我會先用 這個顏色 打底 再來我會用這種 三角 欸有角度的 刷具 然後也是沾剛剛一模一樣的顏色 去畫 眼周 眼周四幅 這樣就大致上是把底色都畫好了 然後接下來 就用這種再小一點的圓頭 然後沾 三一點的 這種磚塊色 淺磚弧 塗在眼皮折 只要塗在眼皮折痕的地方就好了 不用整塊塗 整塊塗它就沒有層次的感覺了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再拿更扁的圓頭 然後沾這種 深色 一點點就好了 畫在眼尾 眼尾三角處 藍磚 再來呢就拿小小的圓頭 去沾上面那個有亮片的這種 我會感心情沾 但我會時候都會自己混著 然後再沾一點亮白的 再眼頭 提亮一點點就好了 再來就打亮 打亮的話我有點懶 我就是直接用這邊 非常碎的那個亮色去打亮而已 因為我也沒有要求到就是真的 臉在發光的那種打亮 所以就是簡單的 陰影 陰影我是用佩莉佩拉的 然後我就拿出這種 有較多的刷具 沾 我都會一直畫在中間 這種曖昧不明的地方 然後在眼眶跟鼻樑這邊 微微的就好了 因為我很怕那種打得太過的 然後再來是臉頰的 就拿大一點的 大部分就是打在臉頰 臉頰 下巴這邊 OK 然後眼睛還沒有結束 眼睛我還會上3,4,1的 這個亮片 不是上咪咪咪在下眼皮而已 有沒有真的很咪咪咪 可是你 就是動來動車 還是看得到 這個亮晶晶的感覺 因為我怕太重的話 會變得有點妖魔鬼怪 這樣就是 照片可能看不出來 可是實際看的話 還是會有那種 bling bling的感覺 再來是眼線 眼線我是用CLEO的 眼線其實我沒有什麼技巧 只是眼著我的眼角 眼尾 眼尾這樣往外 大概延伸一點 而已 大概就這樣 因為臉頰花太重的話 會有點老氣嗎 我自己握 所以我就是每天 就是只有在眼角這裡 拉長 再來是 最愛的步驟 睫毛膏 睫毛膏 我上次有 就是有 就是用BBIA的這款 纖細的 然後我是買咖啡色的 快用完了 然後我塗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很多人都說是用Z型的 但是我自己呢 但是我自己呢 自己用過之後 覺得 它反而把我的睫毛 就是 弄得 軟軟的 所以我還是就是 有理到外塗而已 但我覺得BBIA這款真的很不錯 日常 就是很淡妝的話 稍微塗一點也很OK 大家如果有看我上次講 我去快篩 的那支影片的話 就可以看到我那時候淡妝 沒有上眼妝 只擦 睫毛膏 也很好看 好 還沒結束喔 然後我還會再上 Clinic的這款 有點偏濃密的睫毛膏 真的很好用 這也是快用完 嗯 幾乎要用完勒 好 有沒有差很多 是不是感覺 感覺更有神嗎 好快要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 Clinic的 小花 我買的是13號的 基本上我是會在整個臉頰採它 OK 最後 還要上Urban Decay的這個 定妝噴霧 我真的覺得超好用 然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在韓國的關係 就是天氣也比較乾燥 所以用這個 效果更明顯 然後我上次回台灣的時候 也有噴過 可是那個時候台灣是冬天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 台灣夏天的時候用如何 所以我如果這個夏天有回去的話 再來跟大家說 好 不過我已經是先買第二罐 這罐快用完了 然後這罐味道超臭 大概10秒左右就會沒了吧 所以我就覺得好吧 忍一下 那個美麗什麼都可以忍 好 然後最後呢 雖然 我還沒弄頭髮 但是先講一下我的唇膏 唇膏的話 有我最愛的 也是Espel的 這支我已經 其實我第一支 被我就是 丟在 化完妝 然後我就放在餐廳桌上 然後就走了 因為我那時候以為是 叉子 因為它是銀色的 然後 後來我 我又再去買第二支 這真的很好用 然後它是這種 唇 唇 唇 唯 不對 唇蜜 然後咧 顏色也很好看 塗給大家看 它不是正紅色 淺紅 可以這樣說嗎 但是 但是我還會再上另外一支 是 Roman的 它這支 它這支如果是單叉的話 有點 薄 就是太薄 可能就是 素顏的時候 畫上去是會 讓你看起來很有氣色的 但是如果是畫唇妝的話 會有點不夠顯色 可是我也很喜歡 它的質地跟味道 所以我會再另外塗 在這個上面 因為它這有點偏橘 塗上去之後 嘴唇 會變得 比較水嫩的感覺嗎 我覺得 我塗給大家看 那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錯覺 可是我覺得 這兩個顏色加在一起 對我來說 比較中和 比較中 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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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中和 就是 也不會太紅 然後也不會太橘 然後 嘴巴不會看起來乾乾的 像老奶奶一樣 對 好 今天的 日常妝容分享就到這裡 然後 因為我也不是專業的 然後 本來就只是想說 因為有人會問 所以我就想分享給大家 嗯 然後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